中国军机进来动作频频 出了半个月烙台两次 中国网民现在还在网路上 公布一张轰6K烙台的画面 甚至只是右下方角落的岛屿 是蓝鱼与小蓝鱼 曾男人飞行员的人事研判 这张照片的轰6K 应是由南往北飞行 飞行高度约2万尺 从我蓝鱼外侧的防空识别区通过 以前证实它是飞在防空识别区之外 我觉得它通过这样的一个图片的发布 事实上它就是要引起大家注意 通过这样 那可能向美国和我们做一种对话 不会如何 国防部强调全程有掌握 当天供机都是在ADIV 也就是防空识别区之外 那么国军也全程的掌握 还有监控 也有相关的益处 蓝鱼伟都认为 中国是做给自己国内看的 对国内宣传的意义 我认为是搞过对国外的宣传 对台湾人讲 我觉得是没什么要打击小怪 因为它本来就没进到防空识别区里面 除非是说 它有非常的领空 我们的军方却都不知道 但我认为实物上不可能 它这些做法 一方面可能也是 给国内所有的 他们自己的民众看的 特到那种内散的模式 如果说一旦发生错话 这是我内部的问题 它也不想让其他的势力来介入 知识中心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